问了给即将造访大陆的各国领袖 一个蓝蓝的天 北京全城进入了APEC防埋模式 祭出了包括银行 而包括整个像放假的政策 不止北京就连山东也规定车辆现行 一连串的措施让不少民众非常的困扰 趁机钻进铁栅栏里 因为晚一步就很可能挤不上地铁 上班打卡肯定迟到 因为路上的交通被管制了 所以大家只能选行用地下的交通出行 七点半之后的话 可能就像今天就可能要晚个十分钟吧 说到APEC单双号线行的影响呢 开车的人质变少了 但是搭地铁的人却变多了 你可以看到的是 大家是蜂拥地想要进入地铁站 北京地铁乘客多了两到四成 人流多的站点在入口处 采取分批放行确保安全 却让地铁噩梦雪上加霜 而交通管制货车难进 快递也成了慢地 尤其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网购大潮 人在北京的买家 恐怕得耐住性子多等好几天 它倒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还是会有点着急的 会延迟 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都是不保证失效的 北京全程进入APEC防埋模式 寄出包括现行放假 殡仪馆禁烧死者衣物等五花八门的招数 就连远在山东包括济南在内的六线市 也开始实施单双号现行 就怕这片好不容易才有的APEC蓝 各国领袖看不到 记者李宗芳杨齐浩 北京采访报道